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公版的RTX2080Ti显卡 据卡组描述是可以开机的 先给它上机来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可以点亮 也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驱动都能去上分辨率也有 一跑鲁大师就开始出现了一些花瓶 满平的全是这种五颜六色的小彩球 紧接着就 闪退了 连测试的界面都没有了 白平 过了一会退出界面 得出了一个 15928 1万多的跑分 对2080Ti来说这个跑分属实是有点低了 这个跑分差不多可以和GT610相媲美了 属实是太拉胯了 这怎么才能愉快的玩游戏呢 明显有问题 这是他的第1个问题 鲁大师跑分会花屏 这个分数也不正常 相对来说有点偏低了 再来跑一些其他的测试 比如说这个田田圈测试 同样一进去田田圈也卡死了 但是系统还没有使机 仅仅是田田圈使机了 闪退了现在 那故障已经观察的差不多了 刚刚我用GPU-Z看了一下 是美光的颗粒没错了 你懂我意思吧 进入测试系统 来测一下是哪个显存有问题了 先跑一遍 MITS 看一下MITS能不能少出问题 不过像这种的话基本上都是少不出来的 不出所料 MITS可以PUS 再来跑一遍 快速性能测试 先编辑一下这个测试命令 显存的频率超个3% 开始运行测试 正常进入测试界面 OK出现了爆错 194爆错 Bed memory 这个爆错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看一下测试的文档 往下方找到这个位置 爆错的位置是在 第一这颗显存有爆错 D通道 直接把它拆开来看一下 核心上面的硅脂已经干了 是美光的颗粒没错 还是美光18P次的颗粒 这个P次的美光颗粒确实是容易造成一些不良的爆错 体质偏差 像这种呢 可以给它换显存 找了两颗显存 这两个不是18P次的 最低都是9开头的 8开头的真的要不得 像这种 第一爆错 一般按我的习惯 都习惯把D通道两个显存一起换掉 因为这两个显存平常都是一起工作的 一个不良了 另外一个估计也用不久 所以呢 索性就把两个一起给拆下 用吸衣线 把焊盘给清理干净 把焊盘给拖平整 然后把上面残留的焊油给擦一擦 换显存其实很简单 清理完焊盘之后在上面均匀的抹上那么一层注焊剂 然后 再把准备要换上去的显存放上去 显存对好位置之后 拿风枪加热 好 那么很快 D通道的两个显存已经是换好了 核心的硅枝也给重新 图了一下 上机 再来测试一下 先简单拼一下 先把核心的四个固定螺丝给拧一下 再一次的进入这个测试系统 运行一遍快速性能测试 可以稳定的运行 这个测试的过程可能比较久 因为他测试的项目比较多 可能要十几分钟 等了半分钟以后 出现了一个成功的pass结果 但是刚刚的频率超的一点低 只超了3% 所以频率超高一点 超个10% 再来运行一遍测试 看一下频率增加了10% 会不会还有不良的信息出现 好像超频了10% 还是可以pass 依旧是没有爆出啊 好看来其他的显存应该目前都还ok 再次进入Win10系统 刚刚的跑分是1万多 再来跑一遍 漂亮 这个才是2080Ti真正的水平 可以达到一个八九百帧的帧数 最后的跑分呢 也能跑到将近44万 2080Ti差不多也就这个跑分了 相较之前翻了20多倍 好那么下面再来进行一些长时间的其他测试看一下 比如说开个游戏测试 也能稳定的运行 刚刚换显存好像是这一张 对是右边这个 哎呀 这两个难兄难弟啊 终于可以送走了 新的不去 旧的不来呀 第3章 同样也是美光颗粒 花瓶的问题 好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